圣斗士兴始终,黄金圣斗士一出场就有很高的设定 首先狮子座的艾欧里亚曾介绍黄金圣斗士的拳一拳,可以让地球转好几拳 既然这样的话黄金圣斗士如果想偷袭在地球另一半的敌人,是非常简单的事情 接下来有不少黄金圣斗士展示了远程攻击的能力 首先是巨蟹座的迪斯玛斯克,迪斯玛斯克用的是念力 不过他偷袭的只是一位普通的少女春丽 远程用念力将春丽抛入腹部底下,距离非常的遥远 如果说迪斯玛斯克用的是念力算不上太厉害的攻击 那么水平座的卡妙就是实打实的发动了攻击 卡妙为克服冰河永远被过去所束缚的弱点 从圣域发出攻击,经过天空中水平座星云的反射之后 击中西伯利亚的海底,从距离上看卡妙足足跨越了大半个地球 而且威力一下不减,直接击中了海底的沉船,精确度非常的高 这招如果用来偷袭的话,除非同级别对手,不然很难有人可以帮助 如果说卡妙远程打的是沉船不足为惧的话 处女座的沙家远程束缚住一挥,那可就是真本事 一挥的实力有目共睹,沙家可以远程定入他 可见黄金圣斗士的念力远程攻击圣斗士没什么问题 而且沙家的念力在黄金圣斗士中并非是最强的 白羊座的目比他还要强 感谢观看